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李兜頭部分析師高志明 在這邊為各位做台股的一個本週投資分析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盤的部分 今天在整個外資期限或大局翻多的帶動之下 今天台股算是在雅股中最強的一個市場 今天盤中大股漲了100多點 而且是呈現一個帶量的紅K 有多頭表態的一個意味 大幅削減昨天跌破,向下跌破越線 市場擔心翻空的一個疑慮 那也在這個外資期限或大局翻多的帶動之下 會讓市場又再度開始期待 這個剩下不到兩個禮拜的一個選舉行情 能不能再次的一個向上來表態 當然以技術派的人會認為在今天整個台股出現帶量紅K之後 是似乎有一個頭肩底的一個形態 那當然如果接下來這幾天看到一個補量上攻的紅K 那預期就有可能會有一個對稱波的一個公式 那當然上檔就有機會看到9500甚至9600 當然重點是在於原本市場所預期的這個 9150這個位置能否有效突破 因為大家普遍認為可能上檔壓力就是在9150 那這幾天如果能夠帶量突破9150 首先會先軋市場的空單 那原本在觀望的這個空手的人也可能會 也有可能會出現一個回補買盤 所以當9150有效突破之後 可能會同時發生軋空跟軋空手的情況 那到時候這個上攻 台北上攻力量就會更加的強勁喔 所以近期可以持續觀察這個9150能否有效突破 那就今天的節目來講的話是 就是以台積電為首的這個電子權值股 搭配政府做多的一個金融股所帶動的喔 那可看出來除了外資積極做多之外呢 可能這個另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影子 也是有在伸手進場順勢護盤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政府以及外資目前都是做多來講的話 看起來這個結構是相對於 對於台股是相對有利的喔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不用太過 操作上不用太過偏多 但是就貴買指數來講的話可能就有點不同了 今天因為整個都是基本上都是大型全資股 都是至今幾乎全部都被大型全資股吸走了 所以將軍指數是呈現降能量增 但是我們來看貴買市場喔 它今天是呈現一個亮縮的一個情況 亮縮的一個情況 而且反彈力道是非常的弱 相較剛剛將軍指數的一個大紅K 今天只有貴買指數只是一個小小的紅K 而且今天並沒有站回月線 這次仍然是處於一個偏空的格局遊戲 如果看軍線來講的話 是有點轉向一個空頭排列的一個跡象 所以就貴買市場來講的話 仍然是持續偏空的 那也會導致這個在貴買市場掛牌的中小型股 接下來可能還會有一些向下回撤的可能性 尤其目前技術面轉空第三季財報不佳的個股 有可能還是市場空方的主要的一個聚集標的喔 那在未來如果貴買指數不能夠迅速暫毀月線錢喔 那可能盤面上會發生就是大盤是往上走的 但是你手上的中小型股卻是往下走的一個情況 就是有可能會出現賺指數賠差價的情形喔 所以在這個預期之下呢 可能建議投資人在貴買指數沒有站回月線之前 不要輕易去加碼中小型股 即便大盤有持續上空也不要輕易的去加碼中小型股 期待會有一波反彈的行情 而且如果貴買指數往下跌破前波低點的話 手上的中小型股建議全部出清 因為向下跌破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提準賣壓 所以現在手上中小型股居多的投資人 還是要有一個風險的意思 不要認為指數開始往上攻 又過度輕忽可能各股的一個回撤風險 那我上週其實有提到 在這一週護港控上路之後 其實對於台股的一個持續效應就會開始減弱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週一 護港控開通之後 上陣指數開始出現一個開高走低 而且週二、週三是連續性的一個拉回 那如果我們再從量的來看的話 其實最大壓是發生在上禮拜 之後就開始進入一個量作的格局 顯見資金已經沒有在持 因為護港控正式上路而持續進入中國的一個股市 那對於其他市場的一個資金牌子效應就會減弱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先前市場所擔心因為護港控上路之後 會造成台股亮縮的一個情況 目前可能會市場會有所改觀 那對於整個市場的一個信息恢復 可能會有一個加分的效果 那先前上週市場比較擔心的中韓FTA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已經有一些力通 持續有一個力通鈍化的情況 目前媒體也沒有再大肆報導相關 可能因為中韓FTA影響 台灣GDP成長的一些相關負面新聞 所以現階段海外資金也沒有持續流入韓國股市 在上禮拜是有稍稍發生外資買韓股賣台股的一個情況 但是這一週開始已經沒有這個情況 所以就中國股市以及韓國股市對台股的影響 已經稍微降低 有助於台股在下禮拜選舉之前有機會走出自己的路 所以預期應該還是有選舉行情可以期待 那剛剛有提到在外資今天是期限貨大局方空 那尤其今天是期貨結算 在今天期貨結算日同時 外資是大買限貨132億 那是11月以來的第二大量 那11月10號大概有買150幾億 今天是第二大量買了132億 算是近期的少數的一個大額的一個買超量 那另外看到期貨的部分 他今天在指數大漲100多點的同時 他是加碼多單 8890口 那因為今天是期貨結算 所以有部分單是結算掉的 導致整個微平倉由負轉正 轉為多單流倉 那雖然這個流倉量不是近期的大量 但是重點是今天的近多單是近期的一個 單日的一個近多單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口數 所以顯見外資的一個操作 或者是對台股來講的話 今天是明顯的一個偏多操作 尤其三大法人其實也是同步站在買方 我想就法人從旁邊來講的話 對台股的一個接下來持續上攻是比較有利的 但是我有提到 雖然指數有機會持續上攻 但是個股表現就不一定了 因為還是要看你目前的整個股價的一個格 是否進入一個空投格局而定 就像這個5280的F敦碳 就技術面來講的話 它目前是空投排列 而且股價是持續破底 那主要原因就是 它是以中國市場為主的一個觸控IC設計廠 那目前中國就是在扶植它自己的一個 當地的一個IC設計業者 半導體業者 所以 隨著這些當地廠商的重大 就會開始搶 搶持原本我們國內的一些客戶訂單 那他們就是以低價的策略來搶訂單 所以就台廠來講會面臨非常大的一個殺價競爭 導致它的營運訂單流失或者是 它的一個毛利率下滑 那當反應到股價的話 就有可能因為獲利性 成長力道趨緩 股價開始往下反應 那就目前來講的話 這種股票在大盤反彈的同時 它還持續破底 顯見它是非常的弱勢 也是完全沒有滿盤的力道 那這種股票當盤是再度翻空的話 它的一個跌勢會非常的大 因為只有賣方沒有買方 那建議這種個股就不要輕易做一個強短的動作 尤其營運是走向 營運明顯是由盛轉摔的一個族群 建議是要避開 另外2458的伊隆堅也屬於 中國營收佔比蠻高的一個IC設計場 同樣今天也是在大盤大漲100多點的同時 向下帶量破底 顯見這個族群目前籌碼是持續在做一個出脫的動作 不要認為它股價來到相對的地點 也要做一個進場成見 建議還是都要避開這些族群 另外要避開的則是 因為第三季財報剛公布完畢 有些財報數字有問題的公司 可能在現階段股價也會相反應 像這個8406的F金客 它就是因為它第三季的一個應收帳環 佔它應收接近有四成 再加上整個應收帳環的周轉率來到0.3個 算是這個產業非常低的一個周轉率喔 再加上如果我們看它財報 應收帳環價存貨佔佔它的一個資產總和高 接近五成左右 都顯見喔 其實它這個公司的一個營運 其實似乎有點出現問題 尤其應收帳環那麼高 那如果遇到未來 應收帳環收不回來 要轉列呆帳的話 可能會侵蝕到它的一個未來的一個獲利表現 那以它目前帳面上的一個應收帳環 通通假設通通列入呆帳的話 可能會造成它1PS會出現 超過它目前股本3到4倍的一個損失喔 這一點是不是要留意的 再加上如果我們從產業面來看的話 其實引擎也經常面臨非常多的一個競爭挑戰 像大力光、華碩、景碩 它們的子公司都有切入引擎眼鏡的市場 而且目前銷售數字都不錯 那隨著競爭者變多 它就會開始面臨價格戰 當然會影響你的 不管是你的訂單量 也或者是你的馬力率表現 那這個問題其實跟剛剛這個F敦泰 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它們兩個股價的線型都是開始出現空頭排列 而且是持續向下破底 再加上F金可的一個財報 是讓市場有一些疑慮喔 所以這種股票建議也是要優先避開 那當然如果F金可持續向下破底 會讓市場開始去尋找可能跟F金可一樣 第三季財報或者是應收賺款過高的公司 可能都會出現一個連鎖反應 尤其F金可是被先前的一個外資圖因 狙擊過的個股 會不會再狙擊第二次 這點也是要投資人持續追蹤的 那如果手上有這種 以F開頭 就是中國應收比重比較高的公司 那應收賺款又高的話 建議還是也要先做一個出脫持股的動作 以免接下來會有一個連鎖反應的一個負面效果 那就 接下來有機會隨著大海上攻的 我認為主要還是全資股 那全資股中可以留意二三遺跡的鴻海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他最近股價是 算是被壓抑 那跟他的一個營運表現是有點落差的 尤其其實他第三季財報是算非常不錯 而且第四季有機會再度創下歷史新高 而且11月12月0週有機會持續續創新高 就營運的結構面來看的話 股價應該是有機會上攻 那為什麼會被壓抑? 主要是因為他是台灣50的一個重要成分股 那因為最近加權指數有受到壓抑 連帶他股價也跟著受到壓抑 再加上市場過度解讀和索去強制鴻海訂單的一個消息 導致和索長鴻海被壓抑的一個情況 但是就整個國內組裝能力來講的話 洪海還是屬於一個領導的一個地位 而且如果對比和索長他的第四季營收高峰 其實落在10月來看的話 接下來營運成長動能比較大的會是洪海 那當然如果股價是反應運動能來講的話 接下來洪海股價應該是有機會來隨著大盤翻多而持續向上走高 尤其如果你去觀察外資來講的話 其實外資的籌碼最近也有開始慢慢的回龍 那當然有機會成為他推升股價向上的一個重要領導 那另外可以留意的則是這個3498的陽城 他是做這個自動化設備的一個供應商 那目前是主要是供應、洪海、生產、iPhone及iPad 流水線自動化的一個設備的一個供應商 那目前他10月已經開始出過iPhone的一個自動化相關設備 那預期這個訂單是有機會貢獻他營收50億以上 那以他去年接iPad的一個自動化設備訂單貢獻 那造就他去年的營收大概有30幾億 那EPS大概7塊錢 那可預期在這個iPhone51訂單的一個空間是價 和安民的EPS是有機會挑戰一個股本 那當然就會成為他股價向上推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利多 那如果我們對照過去他去年EPS7塊錢 股價是落在160元的位置 那當然就對於明年有機會賺到一個股本 股價的一個上場空間就有非常大的一個想像的一個輔助 所以我認為股價在回測預先之後 有機會開始慢慢隨著大盤向上走高而慢慢走強 我認為投資人是可以持續留意 39塊一樣的未來的一個表現 那以上是這邊我所做的一個投資分析 預祝投資人操作順利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這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富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3 4 4 3 4 5 2